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芳芳老师 今天呢,老师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怎样去介绍一种花纹 布上面的花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衣服上面的花纹 嗯,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那么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身上现在穿着的衣服是一个什么样的花纹呢 那我们先来,我们先来讲两种,然后再讲其他的 好,首先这里呢,是我画的两种布料 嗯,两种花纹,说错了,两种花纹 这个呢,是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 它叫做条纹,条纹,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所以我们叫做条纹 花纹的那个纹,就是我这里说的条纹的那个纹 纹它是纹路的意思,知道吧 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形容或者说是介绍一下这种条纹呢 大家看这个条纹是绿色的,对不对 绿色的条纹,OK,那这种说完了我们来说下一个 下一个叫什么,格子花纹 格子 比如说你要去商场买一件这样格子花纹的衣服 你就问那个人,问那个售货员 你说,你好,我想买一个格子花纹的衣服 就可以了,这样就已经很,嗯,就可以介绍清楚 讲清楚了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格子花纹 形容一下 这个格子花纹是个蓝色的格子,对不对 它是蓝色格子 嗯,OK,那这两种讲完了 大家自己回忆一下,我问一下大家问题 绿色的那个叫做条纹 蓝色的那个叫做,这个叫做格子花纹 OK,我们讲一下第三种和第四种 OK,我们来讲一下剩下的几种吧 这个,这个属于是什么 嗯,波点,我们叫它叫波点 因为它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大家看,它一个点一个点的 所以它叫做波点 这个,这种花纹叫做波点 那么这个呢,叫做印花不了 印花,印就是打印,印上去 花就是花朵 这个叫印花 那么这个叫做格子花纹 格子花纹是什么 就是大家看 它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鲜艳 然后有不同种的 看黄色,红色,绿色,蓝色,对不对 然后它们这些线条 就是这些线的它的粗细也不一样 比如说这两个很细 但是这两个又很粗,对不对 这个叫做格子花纹 格子花纹 那像这里画的这个叫什么 刚忘记给它上色 这个叫做纯色 什么叫纯色 就是啥也没有 就是什么都没有 它只有一个颜色 上面没有图案 那么我们就叫它叫做纯色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讲这六种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这个叫做条纹 这个叫做格子纹 这个叫做格子 格子 然后呢 这个叫做波点 这个我们也可以叫做棋盘格 大家就知道有一种 像其它 像其它这个格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所以也可以叫做棋盘格 棋盘格 这个叫做波点 波点是什么 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对不对 波点 这个叫做印花 印花的布料 是不是非常好看 非常鲜艳呀 这个叫做格子 这个格子 它的粗细颜色都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叫做纯色 纯色就是指的上面啥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叫做是纯色 那么 我想测试一下大家 好吧 我们来考考大家 拿一张笔和拿一张纸出来 今天呢 我来考一下大家 这是一 这是二 三 这是四 大家看我给他们标了序号 一二三四 四五六 哦 五是这个 五六 首先呢 我来说 你拿这笔出来写 第一个叫做什么 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条纹 条纹对不对 那么 第二个叫做印花 第三个叫 波点 第四个叫 纯色 第五个叫 棋盘格 或者说是格子纹 都可以 第六个叫 叫做什么 格子泥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叫它叫做格子泥 也可以叫做格子花泥 格子泥格子花泥 因为其实这些布料的 嗯 介绍或者是描述 描写都是 不是固定的 就是你只要让对方听得懂就可以 它没有一个 嗯 特别严格的要求 OK 那么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